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包明说 美军在鸿海与胡塞武装大战 解放军基地就在旁边 得到了情报上的意外之财吗 在1月份的这段时间里面 胡塞武装创作了战争史上的三个第一 第一次实战使用反舰弹道导弹 第一次用反舰弹道导弹实战击中的船只 虽然被攻击的不是军舰 而是美国商船 直布罗陀 音号 货能 但也是这种武器的一个重要的实战的战果 胡塞武装还第一次用大量的自杀无人机 攻击海上的舰船 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命中效果 如果现在的这种攻防态势持续下去的话 胡塞武装可能还会创造第四个第一 那就是第一次迫使美国海军耗尽防空导弹 平行而论 美国海军到目前为止的蓝决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伯克级驱逐舰以及超级大黄蜂 击落了许许多多的胡塞旋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以及数十架无人机 这是前所未有的高强度 多高度 多角度的反导拦截作战 而战斗所在的红海相对狭窄 航运密集 如何避免误伤 避免错路难度很大 尤其是胡塞发起密集无人机攻击的时候 因为目标多 特征小 美金的拦截的拦截是极大 因此埃森豪威尔号上面的航空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E-2舰载的阴眼预警机专门用于发现低空飞行的小目标 指挥超级大黄蜂前往拦截 美金所获得的数据都可以引入各种模拟器 演习场景的设定 兵器的推演 用来改进软件 传感器和电子战系统 武器配置和战法训练等等 甚至还能够对海军的水面作战舰艇的总体设计进行检验 所以说这一仗对美军也是很有价值的 不过美军一边打 一边就提醒吊打 美国的军事媒体指出 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就在曼德海峡的对面 到野门海峡也只有130公里 在这么近的距离上 中方完全可以用基地内部的电子侦察设备 充分的接收和记录各方的电磁信号 其中就包括美军的宙斯顿雷达系统的扫描波术 拦截期间的照射波术 防空导弹的摇测信号 E-2预警机的雷达波术 FA-18大黄蜂战斗机的雷达波术 等等等等 当然也包括美军各个舰船之间 舰队与基地之间的通信信号 特别是埃森哈维尔号 与每个本土之间需要采用卫星通信 而卫星的下行波术比较宽大 在覆盖美军的同时也覆盖了吉布提 不但如此 蒋经雅丁湾护航编队也在鸿海附近 目前值班的是第45批次的编队 由导弹七州舰 乌鲁木齐舰 导弹护卫舰 零仪舰 和综合补给舰 东平湖舰走成 乌鲁木齐号是2018年服役的 已经服役6年 作为军舰还比较年轻 技术水平也比较先进 执行电子信号的拦截分析的能力 是有足够条件的 从理论上讲 中方是不会放过这种好机会的 对蒋经雅来说 用弹道导弹打击海上的舰船 是一种目前只是长期演练 却没有机会实战检验的一种战法 美国海军却首先得到了实战对抗 反舰弹道导弹的机会 因此充分观察和学习这个阶段的战争 习起经验教训 可以有效地提高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的 反舰战术水平 特别是美军海军如何组织反导作战 美军现有的反舰能力 能不能削弱东风21D和东风26的杀伤能力 此前只能用仿真的手段来模拟 如今能够在近距离的观看美军的实操 所采集到的数据 它的价值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更为难得的是 埃森哈维尔号航母如今正在红海之内 它与护航编队在高度危险的海区 必然要打开全部的对空对海 紧接雷达并频繁的通信 这就极大的方便了旁观者 苏级编队的电子信号 美军的其他航母 伯克级护卫舰的雷达通信电子设备 与埃森哈维尔号编队近似 采集到了这样的数据 对我们在亚尔泰海区发现或跟踪 其他的航母编队 包括卡尔文森号 罗斯福号 那都有莫大的好处 因此美国的军事专家366的说 这是解放军情报部门的意外之财 从这个角度来说 雅丁湾护航编队与吉普提基地的部署 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只有走出去 才能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 学习战争 观摩战争 才能够保证解放军立于不败之地 好 这句话就评论到这里 这样的物件 解放军篇